我愛你 佛陀佛, 你大慈大悲, 保佑他一生 Joe, 你看, 是我們的兒子 我一定會用心照顧他 做我們孟家子的年 就是照顧那個乖孫, 知道嗎? 我知道了, 奶奶 我怎麼會?來 我不行了, 自從有了寶寶之後 我真的很想每天都對著他, 抱著他 看著他, 心都很甜了 我想為他做很多很多事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的寶寶出生 如果你的寶寶的話, 你不說什麼給我 我想改寶寶的名字叫天郎, 馬天郎 寓意是致比天高, 活潑開朗 我知道Chloe原本想改寶寶寶叫建郎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寶寶有個朗字 以後Chloe你再有寶寶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叫做建郎呢? 兩兄弟可以一條心, 無分給錢 你啊, 脫了鞋牌也不知道 如果撞到就很麻煩的了 難得龍先生這麼誠意拳拳 Chelsea, 為什麼還要猶豫? 接下來要更加努力去做事 Marco和Chelsea真是聰明人家 好好向他學習 馬先生, 請你按一下這個按鈕就行了 你來吧? 恭喜兩位, 你們贏得我們的大獎 你不要亂說, 我和Marco是好朋友 老爺, 這樣不合規矩 吃日本的東西就要治好 日本的規矩、日本的禮儀 誰高誰低要分得很清楚 有後輩子在, 一定是後輩子針 不會自於針走的 是嗎?你試試跟老爺婆婆說吧 看他們信不信 是, 的確是跟我有關 宇舊老爺 做人真的要懂得分高低上下 如果你懂得分上下的話 我日後一定有很多機會給你 謝謝你 跟你說出來之後, 我心舒服了很多 你不就當是馬家的公開功能嗎? Chelsea, 作為你二嫂 有些事我想跟你說 你不要再怪我多事 你不就當我跟她做朋友吧 不用這麼快, 她是要錢的 我太小了 做朋友, 我才懂得分公開 contra女生, 你也知道我沒有人嗎? 我們不會再在家了 我現在不去打給你 昨晚呢? 別說昨晚了 我沒試過喝到這麼醉, 剪了錢 一片好玩, 希望我們到處都是 什麼? 不如我暫時把馬時的股份 抵押給銀行, 套現 那邊就靠你了 年輕也不太行 早上Marco已經飛到新加坡了 謝謝你 看來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雙方的合作 不僅是基於眼前利益 你是說龍馬兩家 結為親家? 你還沒想通 可能你覺得我嫁入馬家 遇到很多不幸的事 但我不怕告訴你 我絕對沒後悔過嫁給Joe 但我依然心甘情緣做馬家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以後 不要代替我說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可以說服他的人 我現在先送老爺回家 待會公司見吧 老爺, 其實你不要多惯我 老爺, 你沒事吧 老爺還了輕度的腦退法症 你不會找他 首席總理不能披露內幕消息 會坐牢的 知道他在下面 相信你嗎? 其實他真的很疼你 他怕你為了玩狗馬士 急急嫁給姓龍 寧願自己辛苦一點 我答應了文威的求婚 Chelsea 這份新的協議書有什麼意見? 合作愉快 終於是浪財女貌 心作之合 你不想Chelsea得到幸福嗎? 現在兩全其美, 別浮爛水了 可不可以有些正能量? 我們瑪嘉可以解決危機 對Thomas也有好處 大家都要贏家 今天是大好日子, 我們不說這些 我有些事想找他幫忙 我記得程豐認識很多江湖中人 我想看看他在新加坡那邊 有沒有什麼洞路 可以幫我找人查一下 Dirossi取消融資的事 就算Marco真的可以複製片 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真的想不到, 直到我看到這份資料 令Joe會恆拒罪名成本 你不是為自己多益 你是要馬上死 當時開車撞死他的人 要查清楚才行 你不是說這件事處理得乾乾淨淨嗎? 說認出你是Mandy身邊的保鑣 還有, 為什麼你又要搞出人命? 不要再被人找到你 Makko, 我想你應該很清楚 我身為馬適的CEO 我跟你之間 認為現在是處於一個敵對的位置 又是在我身裡 我最愛的人是你 我們繞繞繞 我有方法應付他 那他和老爺是不是 Glory嫁人馬家, 又會這麼巧合? 我只是想提醒你, 不要五十步小八步 因為我知道你們對Glory自知的事 很反感, 你看Thomas的反應 不過說真的, 我也沒有信心 可以再說服他, 和我們再次合作 待會兒沒有你自己吃的 醫生說我要看自己吃的 老爺, 其實我也是關心你的 你知道, 如果馬時失去了你 很多事都沒有人拿主意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 我只是想保護馬家 任何對馬家不利的人都是我的敵人 我儘管看看沒有馬家媳婦這個投效 你可以做到什麼? 既然他可以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他? 我建議屈時臨時撤資 看來大家對這件事最後有很多爭議 我們或者暫時先把這個議題保持住 大家真的考慮清楚 下次開會的時候, 我們詳細談 不要以為賺到錢套著那些董事 就可以借手遮天 只要我一天是馬士 我都會用盡一切力量, 捍衛公司的利益 我不會讓馬士變成恩仕 Thomas, 其實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你人都不在了 沒理由由他職為元兇 其實我和你一樣, 從來都沒有變過 你以為這樣才可以配合我好班長的身份 我讓我的角色給你做 是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 我不想做一些會影響我身份的小生角色 你覺得我會為你做這麼多事嗎? 你會不會太自我中心吧? 你覺得地球為你鑽油? 是不是好姐妹在於你有沒有價值? 你對我來說, 你沒有這個價值 女人的眼淚是留給她有幫助的問題 你對著我流眼淚 只會令我覺得你更加一文不正 要馬士的控制權在我們手上的話 我不相信馬世王不受罷 如果老爺他真的公開認罪的話 你會怎麼樣? 意思是說 只要老爺他公開認罪的話 你會把馬士還給馬鑑? 是 你真的一心想報仇嗎? 我和你一起收購馬士的 事情結束之後 我和他們都是反面子 我不能回頭, 我一無所有的 美國也好, 去歐洲也好 總之我們重新開始 Marco 你先回去吧 誰?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誰? 其實你也是聰明人, 是不是? 你想怎樣? 你說吧, 你要錢而已 我給你的, 你開個假 你不會乘嗎? 你不會讓我來 你不會讓我 across 他天氣 有什麼事 你不會讓我來 我去可怕 我哭 弟弟, 我不肯給你 明知現在發瘋了 他就推我下海, 一定很傷心 老家姐, 明天發生 什麼時候都沒有發生過 拜託… 什麼樣子? 你醫生開過藥 不是你以為是什麼, 毒藥嗎? 沒有, 我怕爸爸不聽不懂 吃錯藥也不知道 你說這隻維他命丸 看來你知道老爺的病吧? 你放心吧, 我不會給錯藥 交給我處理 當然沒問題, 反正都是時候 無論你要做什麼, 我都會支持你 為了你, 就算受到傷害, 我也不計 現在公司有一點阻滯, 你們選擇挑選 你們調查戶 如果真的被他收購成功 他會把馬仕尖皮拆骨賣就賣 就算你們不支持我買藥堂 也應該支持我爸爸馬一新雲 姨姜嫂, 你怎麼能夾外人 走來太多馬仕一腳? 走, 一路以來馬仕都是家族式管理 但我根本沒有搶 所以這方面我想跟老爺談談 以馬仕目前的財力 根本沒有多餘的資金 去反收購其他股東手上的股票 好 好 醜人我做到最盡的了 我想大家都不太想見到我 或者我離開馬家會比較適合 誰的主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認同Marco的觀點 希望大家都明白我真是為了馬仕好 難怪最近找不到他, 我也奇怪了 阿朗, 你很聰明 我先準備開房子 我願意把我得到的股份執行 全數無條件地交給你 你想怎麼樣? 你想看他們痛苦, 再多掙扎 收手? 好 弟弟被拘捕回警局 但是發生爭執 結果錯手殺死何啟麗 由於涉及命案 所以暫時不可以保釋 弟弟, 不用擔心 姐姐會找最好的律師幫你怎樣 一定不會給你律師 我忙了 你說我弟弟幫我頂嘴? 所以我殺了你爸爸 然後要我弟弟幫我頂嘴 千萬不要跟警方說這番說話 我怕他們會以為你有病 媽, 你是精神病 好, 你儘管去撐 我看我們兩個誰可以勝出最後 只要我們, 我們只需要半分 今天叫我出來, 有什麼想跟我說? 我根本就不用求人 你想改遺囑? 阿孫, 你要改遺囑 抽起給他那10%的馬氏股份? 很聰明 你答應給朗朗 讓他將來可以繼承馬氏 這些所有事情都是我應得的 對了, 有件事我也忘了跟你說 你知不知道 周出車禍的時候 他怎麼死的? 什麼都沒有做 車禍那天 其實我是可以在車裡拉出來的 不過我選擇手手無功 就是夾在車裡 鑑山地被火燒死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兒子 為了Mandy兩母女的死 說要和我離婚 他們拿回所有事情 他對我這麼接近, 他不怪我 其實我真的對你很好 你以為你真的在吃腦退化藥? 和你換了維他命丸 我就是希望你快點腦膜 快點什麼都不記得 讓你不用看著馬家家散人望 為什麼? 暫時由母親恩森女士代為管理 直至馬天郎年滿十八歲為止 為什麼分給他? 這個女人是我們馬家的叛徒 爸爸不會把十個百分之股分給他控制 我不同意 我想大家都不太想見到我 走吧 那十個百分之股是給朗朗的 不是給我的 在他十八歲之前 股分怎麼用, 我決定 這些事情我自己會打算 公司的事, 回公司談 爸爸去世之前 病房只有你一個人 為什麼你在那裡? 你跟爸爸說過什麼 令他心臟病發? 是老爺叫護士打電話通知我 要我去醫院見他的 如果大家是不相信的 可以問問那個護士 要怪就怪你們 沒有能力處理公司的問題 老爺病到這樣 都依然要求我 叫我停止收購 隨你怎麼說? 動議, 正式啟動 你失調了嗎? 對不起 剛剛和我到場的 你不要再回馬郊 哪有得回來的? 沒得騙的了 我也想不到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你 我想自己一個情人 媽媽永遠都愛你 媽媽永遠都愛你 是辜負了你對我的愛 我也很痛 好痛 是呀? 那好吧 好痛 有時候我一定會想到你很少 好痛 我等我好面試吧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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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дно 這塊 領選了 快點 謝謝 謝謝 motherf下 Gegen